好 另外我讓這個介大使 讓介大使談一下 至於團體時期間 有個訊息漏網新聞 據說莫迪把這個杜魯道 訓斥了一頓 訓斥了一頓 到現在為止呢 這個加拿大是越想越生氣 所以開始有反制 本來十月初呢 要派一個貿易代表團到印度 現在這個就是把它取消了 但取消的這個原因也沒有說 來 怎麼看一下 這個莫迪的訓斥度多 對 因為這個 就關於印度的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因為印度有分離主義 很多 印度到處都有分離主義 東北角 北邊 南邊都有分離主義 可是它在境內有一塊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席克教 席克教事實上跟印度教 已經打了幾百年了 他就是 不是印度人嘛 他就是宗教也跟印度總聯組合 而且在歷史上被迫害得很厲害 所以席克教他們這個 事實上是尋求獨立建國 走自己的路 已經 他有 他是完全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然後呢 有自己的傳統的領域 傳統的這個政治組織的 只是就是說被英國統治的時候 一起收到印度裡面 印度這個獨立以後就把席克教 就忘記他的 他自己的特有傳統 所以呢 那席克教當然在印度的破壞之下 他們這個很多人就移民了 經移民 世界上席克教很多聚集在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就變成席克教獨立運動的一個大本業 對 這是個大背景 但莫迪為什麼要用這麼強烈的方式 等於當場給杜魯多下不了台 因為就是加拿大政府等於就在鼓吹啊 也鼓勵啊 也等於就是說你等於在搞印度的國土啊 印度的這種習毒運動嘛 那這個任何國家都無法容忍啊 正好你這一次你杜魯道自投羅網到印度來 又是印度正好這個現在莫迪不可一世的說啊 抓到你這個矛頭小伙子就一陣訓斥啊 那一片一陣毒打啊 對不對 那說實話那個杜魯道這個人啊 基本上啊 上一次不是在這個也是在峰會的時候 被習近平訓斥嘛 所以啊 他就是說起來他就是歉訓嘛 對不對 人家看到他都想訓他 就是年紀比較輕一點 沒有 他做事也沒什麼分寸啊 對不對 外交理解也搞不清楚 外交理解也搞不清楚 上次跟習近平人家私底下講的話 他就大嘴巴就跟全世界宣布啊 啊 習近平跟我怎麼樣 所以習近平都已經 上次還是很客氣啦 對不對 就當然說你這樣做不太好吧 你不應該這樣做 那莫迪現在是教主耶 印度國名他都要改啦 他現在是印度新國家的這個國父啊 以後不叫印度 叫巴哈的 人家就叫他說 哇塞 巴哈的國父就是莫迪啊 這麼不可惜是看到你搞我 內部的這個種族主義分裂主義的話 你是中間你一直在那邊啊 地茶 送茶 送武器的 那他當然要好好訓他一個 所以杜魯道現在有一種 被訓斥的人設是吧 對 他看起來就有點欠訓 看起來不成熟 不成熟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應該是當之無愧啦 那他回去以後才發脾氣 那他在現場為什麼 不過他去 而且回去蠻久 9月15號你看開始發作 越想越生氣 不是因為消息走路了嘛 他本來想說 本來大家不知道 應該向英國告狀 都是大英國血 大英國血 對 本來大家不知道 現在消息走路 確實是很沒有面子 所以要提出一些報復的方法 還有一個訊息 你不知道比亞迪造車之外 比亞迪也造船 當然他的船呢 就是為了要運車 對不對 滾裝船 花了50億元 訂了8艘滾裝船 自建船隊 他的容量非常大 韓斌怎麼看待比亞迪 比亞迪一直是一個 很特別的公司 這個公司特別就在於 他是一條龍市的作業方式 不像我們通常都是 你上游看哪一些貨員 然後你想去找一個 最便宜的廠商幫你做就好 可是比亞迪是 只要能夠自己做 他全部自己做 從電池到口罩 對 他全部都自己來 所以就變成 這個往好處講 這個廠商非常難制裁 因為基本上 他們不需要你的東西 他全部自己會做 但是往對他自己 不利的方向去想的話 他只要一個決策錯 就整個死 就一起完蛋 所以這是一種很冒險的做法 但是從某一種角度 以中國大陸現在面臨的 這樣子美國圍堵的 這樣狀況下 這樣也不失為一個 至少我不會被你圍堵到的 一個方式 那這個就要很小心 他每個判斷都要很精準 那至少到目前為止 比亞迪的做法是沒錯 你說他電動大巴 80%的市場 我甚至覺得 那剩下20%是因為美國故意 要保留給某一些其他廠商 不然的話 我覺得他100%都有可能 為什麼 對 這很難想像 我說以美國這麼龐大的國力跟技術 竟然這個市場八成被比亞迪拿下 因為很簡單 美國沒有人在做這個東西啊 那所以你本來就應該要給他 那實際上照美國自己本來所 接觸的商業原則來說 你本來也就是 你就是找便宜的東西來買 這個比亞迪能夠提供便宜 又好的東西給你買 你當然就買啊 美國發現是已經來不及了 目以成舟啊 而且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任何廠商可以取代這個東西啊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制裁他 所以就先不要講說 巴菲特這些人投資的比亞迪這麼多 就算沒有任何投資 請問一下你要制裁他什麼 因為你的制裁就是 那以後我就不買這個便宜的東西 讓你買什麼 對 那你就要去買貴的東西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你看川普那個時候對中國大陸下了很多禁令 到最後是讓美國自己境內很多便宜東西買不到 反而急急高升 所以到最後美國就悄悄的開放了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對 須陽軍要補充 我覺得為什麼美國不制裁他的大巴 美國所有車輛裡面 巴士用的最少 學校巴士上學的 這個城市裡面的公車也很少 所以因為這個 美國要擔心的是他的 比亞迪的小車子 因為小車子發展得很快 但是美國為什麼不制裁 因為特斯拉比他市場還要大 所以這樣才沒有引起美國的威脅 因為美國那個大型的重型的貨車 不是電動車能推的 它電動車能推的就是 School Bus 學校的校車 都市裡面的公車 而這兩岸東西在美國占的比例都很小 所以美國政府不會去動它 對 不止如此 大家看到比亞迪還造船 真的是什麼都自己來 對不對 因為出貨量很大 他九月根據了解出貨量 大概可以達到四萬 都說九金十銀 九月份是這個出貨的旺季 那比亞迪可能會再闖一個新的高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CCT加激為火力 在KCT加激為火力 中共更新集易 在KCT加激為火力 お好處 對 在KCT加激為火力 welfare 也有一個問題 在KCT加激為火力